年少看不懂 小龙女失身后 喝水时为何要摘一朵花插在头上 在写完《射雕英雄传》之后 金庸另辟蹊径之下 又写了后续之作《神雕侠侣》 相比于《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的风格可谓是大相径庭 原来金庸是一个追求创新的作者 在他偶心立血的创作之下 《神雕侠侣》同样精彩绝伦 不过让读者记忆犹新的当属书中 那缠绵翡翠的爱情故事 的确金庸牢牢抓住一个情字 贯穿了全篇《神雕侠侣》 尤其是杨过与小龙女 那欺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更是让我们牵肠挂肚 摒弃宁神 然而让读者们扼腕叹息的是 冰情欲杰貌若天仙的小龙女 在有女主光环的加持下 还被全真教的道士尹志平夺走了真结 时隔多年 恐怕笔者重提这段情节时 依旧有一些网友恨得咬牙切齿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的确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金庸竟铺设了这一段 小龙女无法动弹 继而被尹志平趁虚而入的剧情 而且神雕侠侣在历经了 连载版三连版和新修版 三个版本的改动之下 小龙女被掳这段剧情 依旧没有被金庸删除 更让人奇怪的还在后面 尹志平跟着赵志靖逃走之后 小龙女远远地跟着 后来小龙女竟当着尹志平的面 带了一朵小花在壁上 那时小龙女路过尹志平的客房时 无意之中听到了尹志平和赵志靖的争吵 此时此刻 小龙女才猛然醒悟 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并不是心爱的过 而是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尹志平 尹志平也发现了窗外的小龙女 他自知犯下弥天大碎 于是递过一把剑 希望小龙女将自己刺死 哪只小龙女自始至终都没有接过那柄剑 还任由赵志靖拉着尹志平逃离了客房 正当尹志平跟着赵志靖 准备抵达中南山时 他却在山脚下发现了小龙女 在不远处跟着 书中是这么写的 尹志平赵志靖又跑一阵 两人又急又渴 见前面有一条小溪 不禁都横了心 就算给他擒住 那也无法 扑到西边 张口狂饮溪水 小龙女缓缓走到溪水上游 也聚上几口清水喝了 淋流应照 清澈如今的水中 映出一个白衣少女 云并花颜 真似凌波仙子一般 小龙女心中直觉空荡荡的 伤心到了极处 神雕侠侣之时 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 当看到这段原文时 并没有太大的感触 反而还有一些疑惑 的确 小龙女在客栈不杀尹志平 还跟着尹志平 一直跑到了中南山脚下 当尹志平停下来喝溪水时 小龙女却在一旁 摘了一朵小花插在头上 这又代表了小龙女 怎样的一个心境 一些读者认为 小龙女头戴小花 是打扮给尹志平看 首先 在客栈的时候 小龙女就不忍击杀尹志平 其次 小龙女在中南山的草地上 将尹志平误认为杨过 因此那一夜 是心神俱罪 销魂石骨 更重要的还在后面 当杨过手持玄铁重剑 杀进崇阳宫时 小龙女却耐人寻味地 对杨过说了这么一句话 过 我那日给欧阳峰点中穴道 动叹不得 清白为此人玷污 纵然伤愈 也不能跟你成婚了 但他 但他舍命救我 你也别再难为他 总之 是我命苦 不过笔者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之法 结合金庸在神雕侠旅中的设定来看 小龙女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女子 她自有生长在古墓 不懂外面的花花世界 有多么尔虞我诈 因此当小龙女得知 自己被尹志平夺走真结之后 她犹如武雷轰顶一般 不知所措 这才呆若目击地 站在尹志平的客房窗外 就算尹志平递过剑来 小龙女仍是无动于衷 然而小龙女终究知道 真操对于一个女子的重要性 于是她又不能让尹志平就这样留之大吉 这才一直跟着尹志平的后面 直到上了中南山 至于小龙女为何会在西边 插一朵花戴在头上 也很好解释 在清澈溪水的倒映之下 小龙女依旧美得好似林波仙子一般 可小龙女心里很清楚 她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冰清玉洁的黄花大闺女了 失去的东西是最宝贵的 想到这里 小龙女自然而然地在西边 摘了一朵小花戴在头上 毋庸置疑 小龙女带花并不是带给尹志平看的 只是为了纪念她丢失的真操 顺便安抚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 毕竟她所爱的杨过风神俊朗万里挑一 自己再美丽 也终究配不上她了 当然 也只有走出校园 历经了生活的磨难 方能读懂小龙女的内心世界 确实 在不同的年龄段翻阅金庸的武侠著作 都会有不一样的观后感 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 也是金庸武侠小说 为何经久不衰 风靡不减的原因